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的爹娘奉旨镇守北江 十数年来克尽职守 为谢氏王朝守江卫土 最终双双战死沙场 这年我十六岁 爹娘的尸身被运回京城发丧 皇帝追封我阿爹为一等镇国公 我阿娘为二等安远大将军 已是天恩浩荡 爹娘官果入京前一晚 我那身子康健的祖母晚膳时 还多要了一叠酱肘子 但第二日便悲痛过度 一病不起 我爹娘战死沙场 闻五百官接登门悼念 我那不成器的二叔 既想结交达官显贵 又想在人前搏个善名 装模作样地 让我二婶帮着操持 实则只是做个样子 却不真正尽心尽力 是我事事轻微 不眠不休了好几日 才让我爹娘走得体面 才了却爹娘后事 祖母便遣了婆子 请我前去问话 进了那时才发现 二叔二婶也在 祖母一见我就哭 都怪我这身子不中用 否则少不得要亲自操持 你爹娘的后事 只是我病中体弱 大夫说不能操劳 这才叫你二婶帮衬 只是可怜了你 这才几日 整个人就瘦了一大圈 祖母病容憔悴 哭声动情 若是不知情的人瞧见了 还真要以为他多慈爱人善 我垂眸眼去眸中的击窍 轻声道 祖母保重身体要紧 竞书不过是 尽为人子女的本分罢了 祖母捏着帕子时累 难为你如此小事 只是你到底年少 如今又没了爹娘乙账 我实在放心不下 他说着又痛哭起来 你往后若是受人欺负 叫我如何向你早去的爹娘交代啊 我苦命的儿 二叔与他一唱一和 张口便道 母亲您这是做什么 大哥走了 儿子还在呢 您若担心书儿受委屈 不如将他过继到儿子名下 咱们本就是一家人 大哥的孩子我必会视如己出 不叫书儿受一丝委屈 祖母是阿爹的继母 在阿爹幼时便嫁进白府做了继事 他对阿爹不算苛待 但也没多少真心 有了二叔后 更是一心一意 只为自己儿子的前程打算 二叔靠着祖父在朝中谋职 走了文官的路子 阿爹则是自己收拾了行囊参军 多年未有阴信 在回来时已是军功在身 得封大将军 二叔是个不成器的 靠着前人铺路 在朝为官多年 却无半点建树 反观我阿爹阿娘 多年束手边疆 深得圣上器重 他们虽远在边疆 但圣上的赏赐 年年流水一般 送到我的院子里 二房早就眼红 却忌惮我爹娘位高权重 不敢轻举妄动 如今我爹娘战死 我又无外祖 大房一脉 只剩我一姑女 岂不是正合他们心意 看看 这一屋子人狼子野心 我爹娘才刚走 他们就按捺不住 谋夺我的家产了 祖母又哭了几句 房中几人看向我 皆在等我表态 我故作懵懂 祖母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 我爹娘为国捐躯 是圣上亲自嘉奖的 有功之臣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欺负我 二叔面色有些尴尬 他不自然地避开我的视线 你祖母也是心疼你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你祖母对你的心思 也是一样的 祖母的心意 敬书自然是明白的 我望向祖母 微微闪烁的目光 眼中挤出两汪泪 可爹娘只敬书 这么一个女儿 生前敬书 不曾在爹娘身前尽孝 若死后 连父母名分也不能保留 敬书岂非枉为人女 祖母难道要孙女 做那狼心狗肺 不忠不孝之辈吗 这话一出 几人齐刷刷地变了脸色 我朝中笑 祖母可万万担不起 教唆之名 祖母和二叔的脸色 都不好看 倒是二婶上前握住我的手 你是个孝顺孩子 我和你二叔 都是真心疼你 这么些年看着你长大 心里早就把你 当成了亲生孩子 所谓过季 也不过是为了名正言顺 把你养在膝下 多个女儿来疼 想来若你爹娘在天有灵 也不会见怪 二叔连忙附和 是是是 我们正是这个意思 还是二婶会说话 若是换了几年前 说不得我真会被他两句话 筐得感激涕零 可我早过了不知事 被这一大家子人 哄得团团转的年纪 我反握住二婶的手 要多诚恳 有多诚恳 二婶恩德 敬书感激不尽 二婶面上一喜 以为我要答应 却又听我道 方才二叔也说了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讲这些虚理 若您和二叔 当真是我如己初 过计与否 又有什么分别呢 这 二婶还要再劝 我已软了身子 伏额向一边倒去 我的贴身女士 听下眼疾手快地扶住我 祖母惊慌道 这是怎么回事 随时在侧的文东 适时开口 回老夫人 我家姑娘为了大爷和夫人的后事连日操劳 已经好几日不曾合眼 老夫人若无别的事 容奴婢先行带大姑娘回去休息 免得泪垮了身子 如此祖母便不好再说什么 交代几句便让文东扶我下去了 出了祖母的院子 听下便气呼呼地往地上催了一口 老夫人和二爷二夫人 那算盘珠子快崩我脸上了 打量我们姑娘好欺负呢 大爷和夫人这才走了几天 这就盯上姑娘的家产了 也不怕传出去被一人一口唾沫星子淹死 听下越说越委屈 翻起往年的旧账 从前他们就仗着姑娘年纪小好欺负 框着姑娘讨了多少好东西去 如今愈发不要脸皮了 连大爷和夫人留给姑娘的家产都想占了去 我少时不惊事 爹娘又常年不在身边 使真心将二房当作亲人亲近 圣上赏赐的绫罗宝室 堂妹白服渠一句喜欢 我便任她挑选 更有各种珍惜药材 倘若祖母身子有样 我二话不说便亲手奉上 黄论二叔艳客 二审才一 甚至二房银子吃紧 也是从我手里之用 我以真心相待 无有不应 可那日府中设宴 我却听到白服渠向诸位贵女 炫耀心得的珠花 这可是新罗国进贡 珍宝斋都没有的好东西 有女娘问她 这又是你那掌房阿姐送你的 白服渠的语气是毫不掩饰的得意 掌房那个傻子 我不过说了句喜欢 她便从自己头发上拔下来 巴巴地送给我 有人羡慕 你这阿姐对你可真是大方 这样好的东西都舍得送给你 白服渠便笑 她爹娘远在北江 保不齐哪天没了尸首都找不到 到时候她还不是得仰仗我阿爹 那时别说这些小玩意儿 就是整个大房的东西都是我家的 如今这些东西只不过暂时留在她手里罢了 她凭什么不给 我那时才知道 人心隔肚皮 素日与我交好的堂妹背地里 竟是这样想的 可见二房在我不知道的背后 又是怎样言传身教 后来我渐渐与二房疏远 对他们有了提防 晚膳时 二房派人送来一盅参汤 说是老夫人挂念我的身子 特意命厨房做给我滋补 我住东院 二房住西院 素日里除了晨间问安 两房向来是各不相干 用膳也是分开的 祖母特意送汤 倒也难得 听下掀开盖子 看见汤中里那小拇指粗细的人声 气笑了 难为老夫人挑了这么根小身须来寒惩咱 她将祖母送来的汤中搁在一边 另外替我盛了一碗汤 姑娘尝尝咱们小厨房炖的参汤 我亲自去库房挑的百年老餐 文东包了一下午 可比老夫人送来的强多了 我见过的好东西多了 倒也不在乎这一两根人身 只是我这祖母呀 想讨好我 也设不得下血本 就像那年 我阿爹带着满身军功衣锦还香 祖母给二叔做冬衣时 总算能记起给我阿爹那双鞋底了 只是她不知我阿爹脚的尺寸 不过做个样子 一表慈母心罢了 用过晚膳 李泽明求见 她原是我的童养夫 后来娶了二房的白服渠 如今我该换她一生妹夫 她来做什么 会气得很 听下晚了袖子 就要出去赶人 我皱了皱眉 她来东院 怕是得了二叔的吩咐 你去了 莫要与她多费口舌 只告诉她夜色一身 我歇下了 若她有事 便要她明天白日 与二姑娘一道来 听下一言出去了 文东守在窗前问我 是为了白天的事 我与李泽明早没了往来 今日我刚拒了二叔过忌之事 他便找来了 只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我眼神一冷 二房这是迫不及待了 第二日午膳后 李泽明却是独自前来 他先是嘘寒问暖 为我丧亲之痛 前几日 我与他也是打过照面的 只是我忙于操办丧礼 也没和他说上什么话 我随手撇去茶杯上的浮沫 懒懒应付 他却是先沉不住气 我今日来 是有正事与你商量 我割下茶盏 这才抬眼看他 我不是说了 若有事便与二妹一道来 李泽明打亮着我的神色 我知道你不喜服渠 那你可知我更不愿与你牵扯 我冷眼看他 并不遮掩眼中的厌恶 李泽明仿佛被我的眼神刺伤 白了脸 是我对你不起 你怪我也是应当 只是感情之事非我能控制 我与扶渠的确两心相悦 李泽明是我爹娘 从战场上捡来的遗孤 送进京都锦衣玉食地养着 爹娘只有我一个女儿 疼我如猪如宝 他们怕我日后嫁出去 在婆家受了委屈 一心想着为我招个上门女婿 不求能有大作为 只希望能对我好 李泽明便是爹娘 为我选定的夫婿 爹娘看重李泽明 但也不会强人所难 所以最初是打着 让我多个玩伴的旗号 把李泽明留在了府里 我与李泽明朝夕相处 多少也生出些 青梅竹马的情分 阿娘问我 愿不愿意让李泽明 做我的夫郎 她问这话时 李泽明正站在院前的梨树下 伸手为我舍了一枝梨花 她那时对我好 所以我是愿意的 爹娘也问过李泽明 那时她跪在爹娘面前 发誓会一辈子待我好 直到后来 我撞见她与白福去私会 她面对我的质问 握着白福去的手 将她护在身后 敬书 我只把你当妹妹 只等吉吉 便会与她成婚的妹妹 我是将门女儿 自有傲气风骨 若她坦坦荡荡告知我实情 我绝不会纠缠 可她偏偏要以这样不堪的方式 将我的尊严和体面狠狠践踏 我放了狠话 自此与她恩断一绝 如今她又找上来 一句感情之事 非我能控制 就轻轻带过 好似她不曾负我 却是我不尽人情了 我冷笑着看她 你是读书人 我父亲一介武将 自然不比做文官的二叔 与你前途注意良多 你不过是在良心 与虔诚之中做了取舍 如今又扯什么感情做幌子 李泽民瞳孔轻颤 显然是没想到 会被我看破她 隐藏在虚伪表象下的真实面目 她不自在地 捏紧了手中的茶盏 佯装失落 我不知你为何会对我 生出这样的误会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今日来 是特意赎罪的 大爷和夫人 与我有再造之恩 我牢记在心 日夜不敢忘怀 只待他日闲草结缓 报答大爷和夫人大恩 说到动情 他红了眼 可如今恩人故去 未能长恩 我实在心有不安 想来大爷与夫人 唯一放心不下的 只你一人 你与我又有幼时的情分 我还记着 从前对大爷与夫人的承诺 若疏而不嫌弃 我愿代替大爷和夫人 照顾你一生一世 李泽民说着 伸手想来握我的手 听下挡在我身前 露出腰间的佩刀 仔细你的手抓紫 听下和文东 是阿爹为我培养的护卫 自小习武 武艺高强 二房正是忌惮他们 故而没有直接对我下杀手 刀上的寒光 晃得李泽民心颤 他善善地收回手 我眼神示意 听下退开 问他 如今你已与二妹成亲 该如何照顾我 他以为我松了口 笑道 姝儿不必担心 你我从前也是有过婚约的 我遇难你为妾 你与夫曲本就是一同长大的姐妹 婆家亦是娘家 自然不会亏待了你 姝儿 你一下如何 也亏他说得出口 一旁的厅下 早被气得蹊跷生烟 若非我拦着 只怕早冲上去 将他大卸八块了 我定定地瞧他 直将他看得心虚 不如何 我身边不缺伺候的人 就不劳媚妇你费心了 我端坐梨花椅 高高在上 以你的身份 本就高攀不上我 若非我大方看走了眼 怎会便宜了 你个白眼狼 苟活至今 妄想要我做妾 凭你也配 往后出门前 该照照镜子 平白添了晦气 打发走李泽明 听下气不打一处来 呸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不瞧瞧 自己是什么东西 给我家姑娘提携都不配 杯中茶水凉透 隐隐发苦 过计不成 便想了这么个法子 二房还真是遭见我 白浮渠知道二叔的意思吗 文东进来 给我换了杯茶 二姑娘一大早就去闹了 不知道二夫人和她说了些什么 才安抚了她 还能说什么 总归是利诱 二房两次都没在我这里讨得了好 想必也不会善罢甘休 我一个未出阁的女儿家 她们今日动不了我 假以时日 不知道会想出什么法子来对付我 往后就算一亲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我也不过是被二房捏在手里 圣上为阿爹进封的镇国公 为世袭爵位 可我阿爹膝下五子 只有我一个小女娘 自然不能席绝 凭我一个女娘 她是护不住这家业 兴许连自己也难得保全 何况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我需得为自己好好筹谋 中秋当夜 皇宫设宴 京中官员 凡四品以上 皆可携家眷赴宴 白家赫然在列 早已不是第一次入宫赴宴 厅下和文东熟练地帮我梳妆打扮 我在校期 不宜浓妆艳抹 穿着打扮皆以素雅为主 出门迎面玉上花团紧簇的二房一行人 花枝招展的白服曲扯着帕子吃笑 好好的宫宴穿成这样 也不嫌晦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去哭丧呢 白服曲往日见了我总是要半句嘴的 这回没等我开口 一旁的二婶下得一把捂住她的嘴 你这丫头 浑说些什么 皇宫设宴 死去是哭谁的丧 白服曲向来骄纵 说话常常不经脑子 经二婶提醒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脸上清一阵白一阵 我笑吟吟地望着她 她狠狠瞪了我一眼 甩开帕子走了 到了宫里 离宫宴开始还有些时候 赴宴的人们各自与相熟的同僚好友 结伴闲谈 我不适应这样的场合 叫厅下和闻东陪着四处闲逛 宫中景致盎然 我们行至一处水泄旁 坐在廊下赏池中的红里 秋夜微风袭袭 吹皱了一池秋水 不远处的官道上传来脚步声 仪内是在前头掌灯 身后跟着位白袍玉冠的奇长男子 男子俊美的面容苍白 时不时眼唇咳嗽两声 他经过时 空气也染上了屡屡药箱 是三皇子 水泄在暗处 他们没瞧见我们 带二人走过 听下还望着两人离开的方向 那人是谁呀 长得可真好看 文东默然地收回视线 这般雷若俊美之人 和宫上下 唯有三皇子 三皇子身子不好 一向不是不参加这种宴会吗 憋们久了 总得出来透透气吧 听下点点头 也是 他又撑着下巴叹气 可惜了这么俊俏一张脸 却是个病秧子 也不晓得有几年活头 临近开宴 我带着听下和文东 回到宴厅落座 三皇子就在我对面 不远处地斜上手 方才天色暗 瞧得不真切 这会儿看得仔细 三皇子这副皮像 果真惊为天人 即使摒弃难掩 也不妨碍他的美貌 他从前意气风发时 便是经中不知多少女子的 春归梦里人 如今再提起他 众人更多是唏嘘不已 他也曾是一代天骄 如今却成了短命鬼 或许是我的视线太专注 三皇子察觉到 望过来 我急忙闪避 脑袋扭到一旁 盯着宫灯不敢动 两久 我试探着扭过头 三皇子恰与旁人谈笑 我才松了一口气 听下凑到我耳边道 姑娘 方才三皇子看你呢 既是宫宴 少不得有舞鸡献舞 年年中秋都有这么一出 名为团圆 一舞中了 角落里传来细细的气音 声音不大 却因丝竹声正直 而格外惹人注意 高台上的皇帝也听见了 何人在哭 我来不及擦去面上的泪水 上前跪地俯身行礼 臣女失宜 望陛下恕罪 一旁的二叔二婶早下傻了 安纯一样缩在角落里不吭声 生怕受我牵连 殿前失宜 可是大罪 坐上帝王目光沉沉 你因何而哭 中秋本是何家团圆的好日子 可臣女的爹娘战死沙场 此生再不能团圆 臣女触景伤情 不想惊扰了圣上 是臣女罪过 皇帝一愣 近旁的太监提醒 陛下 这是镇国公家的嫡女 听到我的身份 皇帝的目光疏然柔和 你爹娘为国捐躯 你如此孝心 朕恕你无罪 我盈盈跪拜 谢陛下 再听人提起我爹娘 陛下有些感怀 要许我封赏 你想求什么 朕都可以赏给你 也算为你爹娘在天之灵 等的就是这句话 我眼下眸中的欣喜 朗声道 臣女欺慕三皇子殿下已久 请陛下赐婚 与其让二房拿捏我的婚事 谋算我的家产 不如我自己寻个出路 三皇子 谢寻是先皇后嫡出 若非三年前一场意外 毁了她的身子 她如今也是夺楚的有利人选 现在在外人看来 她不过是个与皇位无缘 没有前途的病秧子 可于我而言 她却是个不可多得的良人 一来她已有府宅封地 可享荣华富贵 二来她洁身自好 尚未娶妻 听闻府中 连个通房侍妾也没有 若我能嫁给她 进门就是当家主母 权无后宅之争 只要我能产下嫡子 便是三皇子唯一的孩子 他日哪怕三皇子早逝 我的儿子也能承袭爵位封地 得皇室庇佑 爹娘留给我的家产 也绝技不会落入外人手中 原本以我的家事 配谢巡也不算高攀 难的是要她点头 可若是由皇上开口 那可就不一样了 我跪于大殿之中 泪珠滚滚而下 臣女发愿为爹娘守孝三年 如今仍在孝期 本不该提及此事 可臣女夜夜梦见 爹娘忧心臣女的终身大事 神魂徘徊世间 久久不肯离去 臣女不忍心 爹娘难安久全 日夜垂泪 不得已求告陛下 我扶手又是一拜 求陛下恕臣女不孝 成全臣女爹娘 一片爱女之心吧 回府的路上 我与白福渠同城 二叔二婶 则在另一辆马车上 我回想着 方才离宫时 二叔二婶那黑尘如墨的脸色 险些没忍住笑出声来 陛下惊口欲言 指了这桩婚事 而我的家产将作为嫁妆 一同带进三皇子府 二房一个字也捞不着 白福取枣按捺不住 质问道 你当日万般推托 不肯过计 是不是早早找了靠山 瞧不上咱们二房 我勾唇看他 眼里没什么笑意 当日之事 我早与二婶说了明白 倒是你 这么大反应 难不成真想我 嫁与李泽明作妾 同你共事一夫 我 白福取雨色 他自然是不愿的 可难道要说是他二房 寄予我的家产 眼看无望 便恼羞成怒了 白福取愤愤的闭嘴 再不言语 马车到府 我回了自己的东院歇息 倒是宫里的动静 惊动了老太太 二房的人一下马车 便直奔祖母院里 西院的烛火亮了一整夜 我的婚事是皇帝亲赐 又借了爹娘的由头 自然是越快越好 婚期定在半个月后 亲天尖挑的好日子 半个月来 二房倒是规规矩矩 成婚那日 他们欢欢喜喜地送我出嫁 上花轿前祖母和二婶 还装模作样 掉了两滴眼泪 只是我那夫君谢寻 成亲半个月 都不曾与我远房 大婚当晚 我和一躺在谢寻身侧 心跳如雷鼓 脑子里反反复复 都是磨磨塞给我的春宫图 可我左等右等 最终只等来谢寻 替我噎好背脚 全无杂念的一句 快睡吧 他身子不好 我是知道的 想到他白日里 艳客操劳 没有经历也正常 谁知第二日 第三日 即便我故意 穿了身轻薄纱衣 也不见他有丝毫烦念 我这才想到 谢寻病了这些年 或许早亏了身子 我家相公 怕是不行 这怎么得了 他若不行 我如何生下嫡子 哪天他病死了 我连个倚仗都没有 坐以待毙 实在不是我的性子 我吩咐文东 从库房里取来珍藏的黑枸杞 亲自包了一盅 当归枸杞老鸭汤 估摸着谢寻下朝后 该是去了书房 我端着汤中便去了 书房里 谢寻拿着本棋谱 聚精会神的独自对弈 他身旁的侍卫瞧见我 恭恭敬敬唤了声 皇子妃 谢寻抬起头 如玉的一张脸 如古井般无波 却赏心悦目 夫人有事找我 我端着汤中上前 笑道 天气渐冷了 我亲手煲了汤 给夫君补补身子 她是我在众人面前求来的夫君 我亲口承认 对她用情至深 因此在她面前 我做足了小女儿情态 汤中搁在桌案上 我殷勤地掀开盖子 替她咬了一碗地过去 夫君尝尝 谢寻盯着漂浮在 清亮汤面上的一层黑枸杞 空气有一瞬间的凝滞 她欲言又止 最终在我期盼的目光下 沉默地捧着汤碗一饮而尽 从那天起 我每日变着花样 给谢寻煲汤 山药玉竹白鸽汤 黑豆杜仲猪尾汤 莲子鹿绒乌鸡汤 一连七日不重样 直到第八日 谢寻早朝时 当着闻五百官的面 流了鼻血 她回府后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夫人 往后我可以不喝汤了吗 我心虚得很 哪里还敢说话 忙不迭点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只得把生嫡子的 事先往后放一放 又过了些日子 明华掌公主 于碧云山庄设上梅宴 明华掌公主与谢寻 乃一母所出 又是皇掌女 身份尊贵 掌公主设宴 经中权贵 自然没有不复宴的道理 是已遇上白家二房 也不算意外 二婶轻轻热热地 拉着我的手 早知道你也会来 我与你二妹 可是一直盼着你呢 我身旁站着谢寻 白服渠不敢放肆 只好笑着附和 是啊阿姐 许久不见 妹妹可是想你得紧 我环视四周 问道 怎么不见祖母 掌公主不仅设宴赏眉 还特地请了宝阴寺的 悟心大师 开设法会讲经 宝阴寺素有国寺之称 悟心大师德高望重 祖母素日礼佛 最爱来这类佛家法会 二婶道 天寒地冻的 怕伤了你祖母身子 不好叫她上山 倒是她老人家牵挂着你 你与王爷可还好 有劳祖母记挂 王爷带书而极好 白服渠身边 一直默不作声的李泽明 听到这句话后 目光沉沉地 盯着我脸上的笑容 仿佛在探究真假 可我却是真心实意的 谢寻平日 待我虽不亲近 但总是挑不出错处的 李泽明见我笑容 不似作伪 脸色更阴沉了几分 碧云山庄 漫山遍野栽满了红梅 众人三两成群 或赏梅 或燕饮 我与谢寻 并肩漫步于梅林之中 二房几人 落后几步的距离 日前下过雪 地面湿滑 谢寻那身子骨可不经摔 我两只手圈着她的胳膊 紧紧掺着 谢寻没预料到我的动作 手臂一紧 我原以为谢寻病弱 身子也该单薄 可接触了才知道 她衣料底下的胳膊 意外地结实 怎么就偏偏不行呢 我垂头丧气 冷不叮耳畔 传来谢寻不嫌不淡的一句 你那妹夫好似对你十分挂心 从方才开始 眼神就落在你身上 没一开过 我回头 正对上 李泽明阴沉的目光 夫妻本事一提 从前的事 我也不必瞒她 免得徒生事端 我与她从前有过婚约 谢寻顿住 而后继续前行 眼神里多了些意味不明 她不是旧情难忘 察觉到她想抽出手臂 我猛地抱得更紧 顾不上胳膊肘 磕到胸口的疼痛 我连忙到 当日爹娘 怕我嫁出去受委屈 才招了她做个坠婿 未录文书 不过是口头上的婚约 且不说她如今是我的妹夫 这般忘恩负义 无才无德之辈 我原也是看不上的 更何况夫君 才是我放在心肩肩上的人 与她有什么旧情 不是便不是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我抬头看她 谢寻眉眼不覆 方才冷立 耳垂似有薄红 我委屈 还不是怕夫君误会 与我离心 其实是不敢说 李泽明想那我为妾 以占我家产 而我为了守住家产 才嫁给谢寻 李泽明一直盯着我 怕也只是在 寄予我的家产 我怕谢寻气得背过气去 心虚得紧 眼见谢寻被我糊弄过去 我这才松了口气 我一心想着旁的事 没察觉到谢寻的脸色怪异 似有几分难言 好半晌才听她道 夫人松开些吧 掺太紧了 不便行走 我松了劲 仍掺着她 雪天露滑 夫君当心 法会设在晚间 无心佛法之人 宴会过后 便可下山 留下参加法会的宾客 则可留宿客院一晚 待天明后再行离开 爹娘的长明灯 就供奉于宝音寺 是以悟心大师的法会 我自然也是要听一听的 白福群母女也留下了 却不见了李泽明 听二房母女说 李泽明还有公务在身 先行下山了 众人用过晚膳 入夜后才开始起坛绕佛 悟心大师领着一众僧人 盘坐在法坛边诵经 参加法会的乡客们 便围在河边放河灯 我手里捧着河灯 在闪烁的烛光中闭上眼睛 潜心地低声祈愿 信女白敬书 一愿阿爹阿娘 与万千将士英魂安息 来世平安顺遂 康见无哉 二愿能在三皇子病去前 顺利产下嫡子 我睁开眼睛 不远处地谢寻 也正好抬头 清零零一双眼望过来 我莫名打了个寒颤 两盏河灯同时被放入河水中 顺流飘向远处 渐渐融入点点烛火之中 再难分辨 晚间谢寻被长公主请去喝茶 乡房里留了我一人 谢寻要我不必等她 先行歇息 我点了一盏灯 整装坐在岸前 约莫一炷香的功夫 才等到外间通传 二房夫人请了丫鬟来请 说要见我 冬夜寒凉 文东为我披了剑斗篷 拿上早就备好的汤婆子 才低声道 姑娘当心些 我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 只带了厅下便随那丫鬟一道向外走去 山中清静 夜间只有寥寥几处常年点灯 其余漆黑一片 二房那丫鬟在前头掌灯引路 似是焦急 脚步极快 时不时还要扭头 看我是否跟上 我由厅下扶着 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 二婶找我是为何事 见我为何不再相仿 却要往后删去 这个奴婢倒是不知 二夫人只是吩咐奴婢 赶紧带黄子妃过去 想来是有要紧的事 不变为外人知晓 莫料她催促道 黄子妃还是快些吧 夫人等着呢 我与厅下交换一个眼神 加快了步伐 丫鬟引我去的地方 是后山一处小厢房 虽地处偏僻 但离客院也不算太远 若有什么动静 也能惊动旁人 丫鬟停在门外 向我行了一礼 奴婢不便入内 二夫人还在礼间等着 黄子妃快去吧 我没有犹豫地走进店中 二 才张口发出一个阴结 鼻尖猝不及防 吸入了一缕一箱 姑娘当心 听下脸色一变 刚要动作 就被突如其来的一张帕子 捂住口鼻 转瞬失去意识 栽倒在地 我意识迷蒙 看着从暗处走出一个人影 缓缓蹲在我面前 唇角站出一个贪婪的笑 皇子妃莫怕 奴才一定好好伺候你 月上中天 山中一片寂静 舒尔后山传来一声惊叫 彻底打破了平静 早已熟睡的宾客 被这叫声惊醒 一阵杂乱的动静之后 众宾客带着各自的侍卫随从 乌泱泱一群人 点着灯笼来到了声音来源处 只是到了那厢房外间 众人脸色整齐一变 原以为是山庄进了贼人 却不想礼间静传来不堪入耳的喘息声 何人如此放肆 竟敢会乱此地 有人忍不住出声怒斥 旁人纷纷附和 突然人群里传来一声 咦 怎么不见三皇子妃 这声音不大不小 正好传进了在场每一个人耳朵里 这么大的动静 山中流宿的宾客都露了面 独独不见我与谢寻 众人这才仿佛被提醒 心中有了猜想 也有人道 三皇子身子欠家 皇子妃或许留在房中照料 也不一定 这话在里 旁人也不好多说什么 仅仅下一秒 白福渠从人群中现身 不久前 我见阿姐从厢房出来 正是往这后山而来 此言一出 立刻有人追问 什么时辰的事 白福渠孽如着 约莫半个时辰之前 众人哗然 这不正好对上了 恰逢礼坚传来 又一声惊喘 有好事者领了侍卫 上前想撞开乡房大门 却被阻拦 三皇子也未现身 贸然闯入恐怕不好 不如先派人知会长公主 等确认 李坚仁的身份 再做定夺 白福渠却是等不及了 他拨开众人便往离闯 何须惊动长公主 里面的人就是白净书不错 我今日就让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 是谁不知廉耻 一声冷喝 白福渠不敢置信地扭过头 看见我仿佛见了鬼 我随谢寻踏步而来 身后还跟着长公主并众僧 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惊的声音都变了调 反应过来的二婶死死拉住他 误会 都是误会 误会 跟在我身旁的长公主冷哼道 方才众人可都听得清楚 白二姑娘信誓旦旦地说 里头的人是三皇子妃 二婶额头上冒着虚汗 明显底气不足 关心则乱 福渠是怕皇子妃误入歧途 这才 外间闹出的动静不小 里头的人却充耳不闻 仍旧沉浸在雨水之欢中 被二婶护在怀里的白福渠 骤然瞪大眼 重重挥开二婶的手 往乡房里跑去 只听他骤然失声尖叫 夫君 而二婶剩下的话 卡在了喉咙里 他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 满脸血色尽湿 众人猛地向李坚看去 只见乡房的茶桌上 赤条条两个男人 而那被另一人死死按在身下 病发散乱 双眼迷离的 赫然是白家二房姑业李泽明 在场街市京中权贵 不乏尚未出格的女娘 哪里见识过这等香艳场面 何况还是两个男人 吓坏了的女娘们 惊叫一团 各家夫人急忙捂住 自家女娘的双眼 气急败坏 荒唐至极 白福渠红浊眼扑上去 将那交缠的两人分开 李泽明倒地的时候 嘴里还喘息不止 白福渠崩溃大叫 怎么会这样 四通的明明应该是 白净书那个贱人 二妹倒是说说 为何应该是我 见我穿戴整齐 且毫发无损的模样 白福渠尖叫着扑上来 却被厅下挡在身前 你为何不在这里 贱人 你害得我好苦啊 我冷下脸 目光如寒霜 那我倒要问问你 我为何要在这里 我又是如何害得你 二婶连忙扑上来 拉开了白福渠 你二妹只是一时激动 说错了话 姝儿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我冷笑 一时激动 方才二妹口口声声说 应该是我与旁人会乱私通 诸位皆可作证 我如今既已嫁入王府 事关皇家声誉 怎可就此匆匆待过 必得盘问清楚才是 二婶白了脸 白福渠望向我的目光 仿佛脆了毒 我们三人之间 剑拔弩张 旁人不明所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方才白二姑娘不是说 亲眼看见三皇子妃 往后山来了吗 为何现在才到 我望着众人 笑道 我的确是出了厢房 夜间寒凉 殿下与长公主 饮茶未归 我忧心殿下身子 出门是为了寻她 只是未曾到过后山 天色又黑 我在山中迷了路 幸好遇见悟心大师 得大师引路 方寻到殿下 只不过 我的目光虫 心落回二房母女脸上 似笑非笑 半路上却听说 有人指证我与人私通 慈眉善目的悟心大师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却如施主所言 悟心大师功德深厚 他发话 众人自然是信服的 一时间 各色目光落在 二房母女身上 心思活络的 哪还能看不出 今夜唱的是哪出戏 恰在此时 文东提着一个 被五花大绑的女人 扔在了众人面前 赫然是方才引路的 二房丫鬟 二房母女一见到 这丫鬟就慌了神 可这丫鬟见到自家主子 却是急切地不停叫唤 夫人 小姐救我 这丫鬟随身带着 二房的手牌 且众人白日里都见过她 跟在二房母女身边 身份自然是抵赖不得的 文东上前行了一礼 禀告王爷 黄子妃 黄子妃出门不久 这丫头便自称奉了 二房夫人的命 请黄子妃一叙 我见这丫头行为鬼祟 便想细问 谁知竟从她身上搜出了这个 文东掏出一个拇指大小的小瓷瓶 宾客中也有太医院供职的太医 得了长公主授意 太医上前接过瓷瓶 细细查验起来 而后太医面色一沉 骑饼长公主 此物为迷情香 性极烈 人群议论纷纷 只听太医诱道 此前见殿中情景 下官便察觉异常 方才下官已然探过 李大人与那男子身中媚药 正是此物所致 二神咬碎了一口银牙 脚下亮呛 险些站不稳 他一个剑步冲上前 狠狠一巴掌 扇到丫鬟脸上 下贱的东西 白府带你不薄 你竟敢谋害黄子妃 还妄图攀咬主子 我何时要你去请黄子妃 你府里的家人 若是知道你这般卑主 那还有颜面侍奉身前 那丫鬟被打得脑袋 偏向一边 唇角溢出鲜血 听了二婶的话 她眼睛瞪得大大的 忽而哭着 向我磕头赔罪 不关夫人与小姐的事 此事全是我一人所为 黄子妃要杀要寡 奴婢不敢有半分怨言 只是二夫人素来向善 黄子妃千万不能冤枉夫人啊 能被二婶带在身边办事的 都是府里的家生奴才 一家子生死祸福 全系在主子手中 二婶这是在用家人的命 威胁这丫鬟呢 我冷笑道 且不说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要陷害的人是我 可李大人早已下山 又为何出现在这里呢 莫非是你们二人勾结 这 这 丫鬟一时语色 她本来就是为了替罪 又怎么敢攀扯二房姑爷 想了想 她咬牙一口否认 不是 是奴婢心悦姑爷 然姑爷一心只有我家姑娘 从不正眼看我 奴婢怀恨在心 这才想设计陷害姑爷和黄子妃 黄子妃也并非与奴婢无冤无仇 黄子妃未出阁前 就与我家姑娘不合 姑娘良善 不与你计较 可姑娘对奴婢有恩 奴婢咽不下这口气 这就奇了怪了 我垂眸轻笑 你对你家姑娘如此忠心 却又寄予她的夫君 还为了一己私欲陷害她 岂非被主 她答不上话 哀求斑望着二房母女 二房母女尚且避之不及 又怎肯帮她说话 我看向文东 殿中另一男子的身份可查明了 文东点点头 此人是二夫人身边的小司 名叫福全 留宿山庄的宾客众多 未免生事端 宾客及随行一英人等 皆登记在册 福全的身份一查便知道了 眼见情势不妙 二婶忽然跪在长公主面前 痛心疾首道 臣妇治下有失 竟在府里养出 这么两个烂心肠的下贱东西 还请长公主恕罪 臣妇这就回府 将这两个贱奴发卖 再不叫他们 有机会兴风作浪 她想让这两个奴才顶罪 我又哪能叫她如愿 何况此事已然牵扯到我 不清不楚传扬出去 一定会与我声名有损 只有在众人面前 将此事撇得干干净净 才能保住我的清郁 长公主扭头看我 三皇子妃以为呢 我笑了笑 二婶莫不是记性不好 我方才说过的话 二婶这么快就忘了 此事牵扯到本皇子妃 便牵扯到皇家 您想私下处置 怕是不行了 势必要交由大理寺审理 二婶促然抬头 望向我的目光里 是不再掩饰的愿读 这丫头已经交代了 何至于闹到大理寺 果真闹大了 才是对皇子妃无意 我摇头轻笑 非也 这丫头的口供疑点重重 且方才扶取还未进门 便一口咬定 使我与人私通 怕是无人肯信 此事与他无关 二婶既想证明清白 就是要光明正大彻查才好 遮遮掩掩 岂不是心虚 二婶咬咬牙 撑在地上的手指 用力道指节发白 我走到被绑的 二房丫鬟身前 提醒道 进了大理寺 少不得要用刑 这还是次要的 你既已承认 是你设计陷害 无论是陷害皇子妃不成 还是陷害当朝官员 都是杀头的大罪 那丫鬟抿了抿唇 奴婢有罪 死有余辜 真是个有骨气的丫头 只可惜 我叹息着摇了摇头 丫鬟的眼神中带着提防 可惜什么 你一个人死倒也没什么 只可惜你的家人 无辜被你连累性命 丫鬟身躯一阵 不关我家人的事 自然不关你家人的事 我怜悯道 可你陷害皇亲 无论事成与否 都是诸九族的大罪 我记得你的爹娘 都是老实本分的人 还有你那幼帝 若我没记错的话 今年才三岁吧 丫鬟脸色惨白 逗大的泪珠 从眼眶中滚落 不 不行 我的家人 都是无辜的呀 她费力地挪动身躯 碰碰向我磕头 黄子妃 您大发慈悲 饶了我家人吧 不过片刻 她的额头 就被磕出一片血痕 看上去可怜至极 我蹲下身 制止了她的动作 你不用求我 你家人的性命 全系于你一人身上 她愣住了 正正地望着我 我垂眸与她对视 今夜之事 你已脱不了干系 但若你并非主使 即便问罪 也不会牵扯到你的家人 你只需要将你知道的一切 和盘托出 供出幕后主使 丫鬟的脸色几经变换 终于下定了某种决心 高声道 奴婢是受白府二夫人指使 陷害三皇子妃 春桃 二婶气急 在顾部的旁的 想要扑过来撕她的嘴 占公主一个眼神 她便被护卫牢牢架在原地 急得大骂 你这件蹄子竟敢污蔑主子 奈何春桃一心只想着 怎么不牵连家人 几下就交代完了 二夫人叫奴婢将三皇子妃 引来之后山香房 扶犬等在里头 带皇子妃进门 便将她迷晕 然后 她垂下头 然后玷污皇子妃清白 在伺机引中宾客过来 事发后 污蔑皇子妃与人苟且 你胡说 我何时要你做这种事 姝儿你千万不能相信这个贱人的话 二婶从小最疼你了 又怎么会害你 吓傻的白服渠这时 也哭着向我求情 是啊姐姐 我母亲绝不会害你 你一定不能听信小人之言啊 她慌得不成样子 那还有方才捉奸时的趾高气昂 见我毫不动容 白服渠又跪在地上求丈公主 丈公主明见 这丫鬟分明就是胡乱攀咬 您可千万不要相信她的鬼话 奴婢没有说谎 春桃急道 若您不相信 大可待服权清醒后盘问 看看是否与奴婢所说一致 再说那迷晴香 是二姑娘亲自交给奴婢的 您可以派人去夫人和姑娘的乡房中搜查 定然还未来得及消脏 此话一出 白服娶母女双双腿软 跌坐地上 长公主挥挥手 立刻有两名婆子 带人向着客院方向而去 几人不多时 带回一个小瓶子交给长公主 在白家二姑娘的随身包袱中 翻出此物 先前那位太医奉命上前 拿着瓶子查验后点点头 却为迷晴香 这下人证物证俱在 白服娶母女便无可辩 涉事人等都被压下去严加看管 只等明日下山转交大理寺审理 众人看够了戏 各自回房歇息了 折腾到半夜 我心中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和谢寻并排躺在床上 我却迟迟没有睡意 谢寻也没睡着 平缓的呼吸声在寂静的夜晚格外清晰 近在咫尺 听得我耳热 白家二房为何害你 我扭过头 正对上他如墨的眼 我再回头 盯着床杖上方秀的金珠 他们寄予我爹娘留下的万贯家财 想据为己有 若今日我果真被他们陷害 失了清白的我 必然会被皇家休憩 性命祸也难保 那万贯家财 岂不正好落到他们手中 不知他想到了什么 又道 你幼时爹娘不在身边 难为你在二房手下受了苦 我有家财万贯 受什么苦 我心中这般想着 笑眯眯地翻身往谢寻怀里钻 是啊 可苦了 所以夫君往后 可得好好疼我 谢寻的身体有些僵硬 我刚想推开 就感觉身后的背脚 被仔细噎好 暖意包裹了全身 我有些昏昏欲睡 突然又听见谢寻庄四 不经意提到 那位李大人分明早已下山 却莫名出现在后山 夫人可知何故 我早知二房不会放弃谋夺 我的家产 在白府留了暗桩 留意他们的动静 得知他们想借赏梅燕 对我下手 我故意留在山中 给他们制造机会 李泽民的确是下了山的 可后来却鬼鬼祟祟 出现在后山的乡房外 二房陷害我这件事 与他也脱不了干系 我发现他后 索性将计就计 叫厅下将他打晕 丢进了乡房中 想陷害我 不如先自食恶果 我刚要说话 就听见窗外响起一声闷雷 吓得我缩进被子里 把头埋在谢寻怀中 因幼时没有爹娘常伴的缘故 我尤其害怕打雷 我捂着耳朵 谢寻像安抚幼儿般 轻轻拍打我的身子 嘴里哼唱着童谣 声音隔着被子传来 朦胧中带有奇异的 叫人安心的力量 在这样温馨的氛围中 我闭上眼睛很快睡去 梦中隐约有一道视线 两久地注视着我 我有些发怒 往身前的怀抱中 钻得更紧 碧云山庄一事 闹到了圣前 陛下发了好大 一痛提气 下令彻查 这不查不打紧 一查下去 还牵扯出了 五皇子和朝中 众位大臣 朝中立处之争不断 而皇帝正直壮严 最忌讳皇子结党营私 帝王最不能忍受 旁人觊觎自己的龙坐 亲生儿子也不例外 而五皇子 却在背地里 拉拢了好些臣子战队 白府二房 就是其中之一 皇上为此重罚了五皇子 不仅削了他的职务 还罚他闭门私过 除此之外 皇上为碧云山庄 一事安抚我 特赐下许多封赏 我随谢寻 一同进宫谢安时 正巧碰上了 跪在养心殿外 拖簪请罪的赵皇后 想来是为他 唯一的儿子求情 皇帝不肯见他 派了近身的太监 请我们进去 越过赵皇后身边时 我扶身行了一礼 在抬眼时 正对上他冷立的目光 他怕是记恨上 牵连出五皇子的我了 我心下一沉 收回视线 皇上给我们二人赐座 又问起谢寻的身子 听太医说 你进来身子又不好了 三年前引路山丘烈 皇上遇刺 谢寻舍命救驾 伤了心肺 身子便不好了 我也是入府后才知 陛下垂帘 遇刺一太医 住在三皇子府 专为谢寻疗养身体 太医每隔半个月 还要向皇帝上城一次卖案 说是关心谢寻的身子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太医分明就是皇帝 安插在谢寻府里的眼线 皇帝不信任谢寻 可为什么呢 我垂眸眼去眼底的 分杂情绪 听得身旁谢寻温声道 有劳父皇挂心 儿臣前日感染了风寒 不是什么要紧事 你身子不好 素日离也要比旁人住一些 皇帝又看向我 三皇子妃也该上心些 我点头称事 儿臣谨遵父皇教诲 出宫的路上下了雪 我撑着伞 与谢寻并肩向宫外走 长长的宫道一眼望不到尽头 我回头望去 来时的脚步也慢慢被风雪掩盖 我突然就想起 跪在养心殿外的赵皇后 那么冷得一双眼 怎么了 谢寻问我 我抬头望着她被飘雪 沾湿的睫毛 在这一刻忽然有些后怕和愧疚 我招惹了惹不起的人 或许还会连累我的夫君 谢寻手无实权 我又无娘家以仗 而对方却是母族强盛的 中公皇后 若她存心抱负 我不敢想 我摇摇头 有些冷 我们快快回家吧 谢寻的视线落在我的肩头 而后她醋眉将偏向她的油脂散扶正 你也该顾着自己 她说着 抬手扶去薄薄一层落在我肩上的雪 小心湿了斗篷 心中涌出一丝暖意 我抬眸冲她笑 夫君要紧 雪还在下 却又没那么冷了 白浮渠母女陷害我一世 人证物证俱全 起初她们还狡辩 受了刑后都老实了 她们大抵知道 此次难逃一劫 不敢连累二房其他人 谁也没供出来 就认了罪 最终白浮渠母女并春桃 扶权四人被处斩 李泽民虽然未受牵连 可当日那般情景被人撞破 他也无言见忍 只好告了病假 终日闭门不出 二房乱成了一锅粥 老夫人病得卧床不起 我那二叔在朝堂之上 被御使骂得抬不起头 但听说五皇子外祖 召太师一派的朝臣 都在为二叔说话 和御使台那帮人 吵得不可开交 与此同时 白府的暗庄传信给我 二叔近日长夜坊 五皇子府 许久才离开 五皇子仍被禁足 此时未避险 与二叔划清界限 才是上策 此举属实耐人寻味 除非二叔与他还有用处 或者他有把柄在二叔手上 我按下心中思绪 吩咐暗庄盯紧二叔 若有异动 即刻禀告 我心中不安 总觉得或许还有大事发生 这种不安持续到了夜间 谢寻没有回房 谢寻身子不好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以休养为由 与我分房而睡 少则两三日 多则半个月 其间闭门不出 除了请外的太医 谁也不肯见 近段时间更频繁了些 且白日朝堂出了事 夜里谢寻就病了 我心中总是不安 趁天色不算晚 我亲自做了碗田羹 给谢寻送去 谢寻的贴身是为拦在门外 夫人请回吧 殿下睡了 我软了语气求她 我放心不下 想进去看一眼 殿下无碍我也就放心了 就看一眼 绝不打扰殿下歇息 你看成吗 侍卫拦在门前 毅然不动 夫人还是不要为难属下 听下不满 要上前理论 我拦住她 罢了 先回去吧 文东伺候我淑洗 见铜镜中的我 愁眉不展 问道 姑娘在担心什么 我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只是心中不安 这朝中局势复杂 怕是有异变 文东神情严肃起来 三皇子向来远离朝堂纷争 即便局势有变 也应当牵连不到咱们 我叹口气 可我担心皇后 她恐怕不会放过我 文东宽慰我 如今五皇子被罚 皇后自顾不暇 又如何寻您的麻烦 再者 您是功臣遗属 如今又是皇子妃 只要寻不到错处 皇后也不敢明面上为难您 即便是在暗处使劲 我与厅下总会护着您的 我握住文东的手 发自内心感叹 幸好还有你和厅下 我才不至于感到孤立无援 如此又过了几日 我依旧见不到谢寻 某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碎披了衣裳 幻听下陪我出门走走 远远瞧见 我素日位于的湖畔梁亭里 站了几个人 其中一人瞧着身形打扮 竟是谢寻 夫君 我走过去 那一行人瞧见我 皆是静了一瞬 谢寻瞧着与平日 没有什么不同 瞧我的眼神 却透着几分疏离 我有些担心 夫君可还安好 谢寻语气生硬 劳夫人挂怀 我还在病中 不好过了 病气给你 她说着便要离开 夜深寒凉 夫人早些回房为好 以免着了风寒 我下意识伸手拉她 却被她避开 粗糙地指腹 划过我的手心 咳得慌 我心中一阵 谢寻的手 不该是这般触感 来不及确认 那一行人已经走远 姑娘 回去吧 听下的声音 将我的思绪拉回 我们向主愿而去 路上我始终想着方才的事 脑中浮现一个荒唐的念头 方才你可瞧清了她的相貌 与往日有无不同 听下不明所以 三皇子 奴婢瞧着并无不同啊 的确 方才那人与谢寻 无论是相貌 身形还是声音 都无任何区别 只除了那只手 可这好似 也不能说明什么 谢寻没有孪生兄弟 天下也不会有第二个谢寻 更没人胆大包天 敢在这府里冒充三皇子 他不是谢寻 又能是谁 约莫是我忧思过重 产生错觉罢了 我按下心中的意样 勉强说服了自己 直到第八日 谢寻重新露面于人前 我得到消息 第一时间去寻她 谢寻并不意外我的到来 桌上摆着七好的两盏茶 多日不见 夫人瘦了 我在她身旁坐下 我挂念你的身子 实寝不加 如今见夫君安好 我也总算可以安心了 谢寻端起茶杯递给我 才得的新茶 夫人尝尝 秀风拂过 我陡然变了脸色 夫君受伤了 谢寻常年服药 身上也染了药香 可方才那一瞬 我却从那熟悉的药香中 捕捉到了一丝淡淡的 金疮药的味道 我出身降门 身边的厅下和闻冬 又常年习武 因此我对金疮药 跌打药一类的气味 格外敏感 电光火时间 我突然想起 几日前那晚 被我忽略的细节 那男子身上没有药香 我惊惧过肾 竟脱口而出 那夜我所见之人不是你 话一出口 我就意识到不妙 谢寻的神色再不见温润 眼神之冷力叫我心惊 谢寻站起身 我下意识躲避 而他却看也不看我 冷声吩咐外间侍卫 送夫人回房 从那日起 我便闭门不出 我惶惶不安 生怕谢寻将我灭口 一面苦苦思索对策 一面暗自懊恼 当初不该犀利糊涂 嫁给谢寻 以为给自己寻了乙诈 言之不是又一个虎穴 谢寻找人假扮自己 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对外宣称 闭门休养的这段时间 他本人根本不在府中 他要出府办事 又不能为外人知晓 所以用了个金蝉脱鞘的法子 而他又受了伤 既然要用上金疮药 那这伤必然是刀剑所致 可他向来病弱 照理说 身子骨根本经不住一刀一剑 可那日我见他却面色如常 除却脸上病气如佐 半分异样不显 难不成他连病弱都是装的 我越想越觉得这猜测 有几分道理 皇上派了太医做眼线 多半也是有此怀疑 而三年来太医每日请脉 皇帝那边却拿不到任何证据 可见这太医实际所中之人 并非天子 如果真如我所想 那么三年前那场意外 或许并非意外 谢寻此人绝不简单 他这些秘密 若有朝一日被皇帝知晓 必然大难临头 而我与他夫妻一体 势必会受牵连 我更不能告发此事 否则能不能从谢寻手下 活命都难说 就算侥幸不受牵连 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更何况我还得罪了皇后 倘若谢寻肯帮我呢 谢寻能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耍心机 皇后与他想来也不足为惧 若我向他投诚 让他相信我不会泄密 那么来日若皇后寻仇 谢寻为了保全自己 也一定会保全我 我疼得从床上坐起来 朝外间大喊 文东快来帮我更衣 我要见谢寻 往日文东总是很快就应 今日我一连唤了几声 都不见文东进来 连听下也不见人影 我只好下了床 正要推开门 隐约听见院内有打斗声 我小心推开一条缝 院内的场景 却让我一瞬间 全身血液逆流 只见我存放架状的私库大开 东西散了一地 文东与厅下两人个 与一名蒙面黑衣人缠斗 身上都挂了彩 一名黑衣人眼间瞧见了我 正要次来 被厅下拦住 姑娘快跑 我推开门冲出去 欲搬救兵 墨地吸窝一通 摔倒在地 回头去看 私库里又走出一名黑衣人 提剑横在我颈尖 玉符在哪 我的手掌和膝盖都摔破了皮 鲜红染红了白血 脖梗传来的良意与刺痛 更让我不敢轻举妄动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我从未见过 不仅没见过 此前更从未听过 蒙面人冷笑着 将剑刺身了一分 不知死活 这么重要的东西 白旗山那个老东西 除了你 还能给谁 我不由得一惊 阿爹 蒙面人所说的玉符 与阿爹有关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为何我从未听 阿爹提起过 快说 玉符在哪 否则我杀了你 蒙面人 恶狠狠地威胁道 手中的剑 却在未深入一分 他想要的东西 还没找到 他不敢杀我 我冷静下来 徐徐道 我的确不知玉符是何物 你方才在私库中 可有寻到任何可疑之物 若还不信 大可去我房里翻找 凡有看重的 但平均取 蒙面人略有迟疑 随后收了剑 你同我一起去 别想耍花招 我点头 在他的注视下 缓缓站起身 而后趁他转身的功夫 猛地拔下头上的金钗刺去 蒙面人反应迅速 侧身躲避的同时 一掌将我先倒在地 跟老子玩音的 他怒不可遏 举剑刺向我 电光石火间 一只羽剑破风而来 正中蒙面人胸口 蒙面人瞪大眼睛 满目不甘地扬倒在地 再无声息 我回头 谢寻站在院门前 手中执意把弓 院中积雪未化 我指着中医 医病散乱 冻得瑟瑟发抖 是为鱼冠而入 谢寻解下他的大肠 将我紧紧包裹 别怕 没事了 带着熟悉气息的暖意 让我红了眼 劫后余生的庆幸 溢满胸腔 我扑进谢寻怀中 嚎啕大哭 夫君 索性听下和文东 受伤不重 被带下去包扎 谢寻亲自将我抱回房 安顿在榻上 厢房中有地龙银探 身子很快回暖 我果在狐毛大场之下 后背冒出细密的汗 我知道你是装病 谢寻半眯着眼 前几日不是害怕得不敢见我 如今又不怕了 我伸手握住他的手 你是我的夫君 夫妻一体 我不会害你 夫君自然也舍不得害我 他听懂了我的弦外之音 你倒是聪明 他又问我 你就不好奇 我老老实实 该我晓得的 夫君自会告诉我 谢寻很满意 我见他笑 轻轻热热地抱住他的手臂 刚想提起旁的事 就听他倒吸一口凉气 夫君怎么了 谢寻皱眉 你碰到我伤处了 我连忙松手 挽起他的衣袖 果然见他小臂上 缠着厚厚一圈纱布 纱布之上 还有几道半心不救的伤疤 我把衣袖又往上卷了卷 只见他肩膀上 还有一道陈年剑伤 谢寻见我愣住 以为我是吓到了 安抚到 已经没事 而我目光犹疑 试探到 你不肯同我原房 是不是怕我发现 你身上有心伤 谢寻一瞬语色 而后摇摇头 不全是 我早知道 你二叔与老五勾结 以为你是他们的人 可经碧云山庄仪式 我才知误会了你 顺便借此 把老五推了出来 我恍然大悟 是你做的 难怪五皇子会被牵连 原来有谢寻暗中 推波助澜 说完我又感到奇怪 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不是夫人说的 你我夫妻一体 她把夫妻二字咬得极重 带着点盐余的意味 我莫名有些脸红 又明白 她这是信任我的意思 那么我也该拿出点诚意来 前些日子 朝堂上我二叔被御史弹劾 而赵太师一派 在这风声鹤唳的关头 竟然还帮她说话 你不觉得蹊跷吗 谢寻没说话 眼神示意我继续 我收到消息 近日二叔往五皇子府去得擒 且都是闭人耳目 乔装改办后 深夜从五皇子府侧门悄悄进 我推断二人之间 还有旁的见不得人的勾当 或许二皇子还有把柄 在我二叔手中 才不得不保他 谢寻敏锐地开口 你知道什么 我这才问道 夫君可知欲福 说完我仔细观察 谢寻神色 不放过他的每一个细微表情 只见谢寻坦荡摇头 不似作伪 视为何物 我叹口气 我也不知 只从那蒙面人口中得知 他们今日正是为了此物而来 且 我停顿一下才继续道 且此物大约是我阿爹所有 如今不知所踪 他们怀疑到了我身上 可我却从未听阿爹提起过 谢寻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 你怀疑今日之事 与五皇子有关 我点点头 没错 如果我们能查到 有关玉符的消息 或许就能知道 我二叔和五皇子 打的什么主意了 二房千方百计 抢夺我的家产 怕也与这玉符有关 玉符必然是 见顶重要的东西 事关我阿爹 我必须查个清楚 但我人为力薄 只能借谢寻的手 谢寻没有立刻表态 垂谋审视我 嘴角带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 夫人这是想拿我做法子 这人真是精明过了头 想瞒过他 还真是不容易 我也没想着否认 反问他 难不成夫君不想从中牟利 这么好的对付五皇子的机会 我不信他不动心 果然 谢寻不置可否地笑笑 我会安排人着手调查此事 有劳夫君 可惜今日那三个蒙面人 一个活口都没能留下 另外两个黑衣人见形势不妙 纷纷服毒自尽了 否则说不准 也能套出些有用的信息 只看谢寻本事如何了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才好 半个月后 谢寻为我带回来一个人 那人衣衫褴褂 蓬头垢面 鬼鬼祟祟 徘徊在府门外好几天 后来甚至想趁夜潜入府中 被早有准备的侍卫们 逮了个正着 这人背擒后 什么也不肯说 直到侍卫在他身上 搜出了一块 白家钦钉的令牌 谢寻这才将人带到了我面前 熟料 这人在看见我的那一刻 老泪纵横 急患道 姑娘 待我瞧清这人的脸 不由地失声惊叫 姜叔 姜叔是我阿爹的部下 与阿爹有过命的交情 燕北关一战 白家钧死伤惨重 随阿爹阿娘 深入敌军腹地的一对亲兵 更是无意生还 姜叔恰在此列 可他为什么还活着 又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模样 我让谢寻秉退众人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姜叔二人 姜叔这才没了顾忌 气不成声 姑娘 您一定要为主帅和将军报仇啊 我文言惊诧不已 细问之下 才从姜叔口中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 阿爹阿娘 及一队亲兵 在燕北关 遭遇敌军埋伏 姜叔是唯一的幸存者 姜叔从死人堆里睁眼时 恰巧看见有一伙人在遍地尸体中翻找 他不动声色 从那伙人的交谈中得知 他们是五皇子的人 正在找我爹娘的尸体 我们被埋伏根本就不是意外 这一切都是五皇子的阴谋 是他害死了主帅和将军 他害死了我多年 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们 姜叔情绪激动 眼神中迸发出汹涌的恨意 我只觉遍体声寒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姜叔咬牙道 他是为了兵权 我不解 可即便他设计害死我爹娘 我爹手中的兵权 也只会收归陛下手中 五皇子这样做 不是白费功夫吗 姜叔摇摇头 主帅统领十万兵马 其中半数都是威时 就跟随主帅出生入死的亲兵 明面上这十万兵马 都听从虎符号令 实际上那五万亲兵 唯听令于主帅 而主帅手中有一信物 能号令那五万亲兵 换句话说 得信物者 得军心 我忽然扶至心灵 那信物是否为御符 姜叔激动道 正是 姑娘也知此物 不算是 接着我告诉了 姜叔前几日发生的事 姜叔听后 气愤不已 为防居心叵测之人 玉符已经多年 不曾事于人前 那伙人没能从主帅 和将军那里找到玉符 这才把主意打到了姑娘身上 我下意识皱起眉头 姜叔 有多少人知道玉符的事 姜叔恨恨道 此物只有与主帅亲近的几名副将之小 主帅身边出了叛徒 与五皇子李应外合 害死了弟兄们 想起自己枉死的弟兄 姜叔再也忍不住泪水决堤 他一路隐姓埋名 从北疆千里迢迢来到京都 就是为了替与他并肩作战的弟兄们 讨一个公道 我握紧了袖中的手 竭力压抑住心中翻涌的恨意 郑重地向江淑承诺道 多谢您将真相告知我 白敬书在此立誓 就算豁出这条性命 我也一定会为爹娘与枉死的将士们 报仇冤冤 离开房间 我静止去找了谢寻 他在书房 我推门而入 跪于谢寻身前 迎迎一拜 白敬书愿助三皇子殿下荣灯大宝 求殿下为北疆枉死的将士申冤 从我猜到谢寻装定的那一刻起 我就明白了他的野心 尹路山意外发生前 谢寻是本朝最出色的皇子 为最受朝臣主义的储君人选 然皇帝忌讳自己儿子的出类拔萃 暗中扶持赵皇后所生的五皇子 以达到制衡谢寻的目的 谢寻外祖曾是驻先皇 打下江山的开国功臣 后因皇帝忌惮而备受打压 多年前就以结甲归田 远离庙堂 因此 面对外祖强盛的五皇子 谢寻处境颇为艰难 直到三年前那场意外 谢寻表面淡出夺处之争 实则韬光养晦 我有理由怀疑 尹路山救驾重伤 根本就是谢寻精心安排的 一出苦肉计 书房里安静的落针可闻 谢寻端坐上手 我依旧跪得笔直 金丝祥云文样的造靴 驻足于我身前 谢寻气定神贤 仿佛不知道 我说出了多么不得了的话 你要如何帮我 我取下颈尖从不离身的环佩 双手呈上 北江五万精兵 但凭殿下差遣 刚刚和江淑谈话时 我就在思考 玉符这么重要的东西 不在阿爹手中 难不成阿爹真的在 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留给了我 可阿爹留给我的金银玉器 不计其数 我又该怎么分辨呢 变光石火尖 我想起了五年前 阿爹亲手为我戴上的白玉环佩 我还记得阿爹当时 郑重其事地叮嘱我 姝儿千万要记住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这环佩取下 这环佩看起来平平无奇 仅剩在玉纸通透 因着阿爹的嘱咐 我从不离身 外人就算瞧见 也不会把这并不算贵重的玩意儿 放在心上 我方才已经向江淑确认 此环佩正是能号令 白家五万亲兵的玉符 谢寻目光陡然变得幽深 他双手将我扶起 盯着我手中的环佩 笃定道 玉符 我说过 谢寻很精明 我毫不意外他能猜到 以五一时的江方才 我与江淑的对话都说给他听 谢寻的神色 是我从未见过的肃穆 良久 他凝望着我的双眼 承诺道 我答应你 一定为你爹娘 还有万千枉死的北江将士 报仇雪恨 其实我把一切对谢寻和盘托出 不是因为我多信任他 而是我在赌 谢寻和五皇子之间的斗争 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谢寻有野心 有能力 有手段 我赌谢寻能赢 我和谢寻达成合作 他着手对付五皇子 我在江淑的协助下 联系爹娘旧部 半个月后 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 南帝宜周郡百姓联名上告 赵太师七族外甥陈太 借赵太师之事 为非作歹 无恶不作 那壮旨所书自自泣血 末尾厚厚厚亦达 都是一个个鲜红的指印 如血泪般射人 皇帝看重此事 派人去宜周郡当地详查 这才知道 陈太仗着自己 是赵太师的清倦 在当地大肆敛财 不仅欺男霸女 强占民田 甚至连当地知府 都不放在眼里 上个月 还当界打死了一个 不肯将祖田 让给他的农户 皇帝震怒 才下令处决了陈太 便有人撰告赵太师 卖绝玉冠 一并呈上来的 还有赵太师 多年来结党营私 联合自己门生党同伐义的证据 赵太师还没来得及喊冤 就被摘了乌纱冒下了大雨 皇后冒着大雨 在养心殿外跪到半夜 没见到皇上 自己先发了高热 皇帝便以养病为由 将皇后幽闭于井人宫 任何人都不许探视 就像当初忌惮谢寻的外祖 功高震主一样 皇帝忌惮日渐显赫的 赵氏一族已久 好不容易有拔旗党羽 肃清朝堂的机会 皇帝又怎么肯放过 五皇子自己的禁足还未解 一眨眼 外祖和母后相继倒了 他在府里急得团团转 恰在此时 民间有传言 燕北关之战 郑国公与安远大将军之死 并非意外 而是人为 且矛头直指 因战场立功 而受封的平北将军林长虎 江书口中 那个背叛我阿爹的叛徒 没有皇帝不想在史书上 留个好名声 爹娘生前 或许也被皇帝忌惮 但后来他们是 为国捐躯的功臣 皇帝大肆表彰 已是皇恩 如今功臣的死因有蹊跷 为博名声 皇帝必须为其主持公道 是以皇帝下旨 彻查此案 谁知圣旨发下的隔天 林长虎不见了 京畿营几乎将京都翻了个底朝天 也半点不见林长虎的行踪 谁也不知 林长虎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正藏匿在三皇子府 五皇子怕他与林长虎 合谋害死我爹娘的事情败露 派了杀手刺杀林长虎 想斩草除根 结果被早有准备的谢寻派人 将林长虎救下 待林长虎醒来 我直截了当地替他指了两条路 其一 我将他绑了丢去五皇子府 其二 告知我全部真相 林长虎自嘲道 我告诉你 你就肯放过我了 总归是难逃一死 我淡然一笑 林将军可想好了 若是落到五皇子手中 你的妻儿都没有活路 而我会将你交给陛下 公堂之上 你尚可为自己辩驳一二 林将军行武出身 自然也清楚 主谋与从犯之别 我点到极止 林长虎骤然变了脸色 残害忠良 若为从犯 则罪责权在一人 至多不过杀头 若为主谋 或必及妻儿 林长虎痛苦地闭上眼 最终选择将一切和盘托出 此外 林长虎还交代 他的书房中藏有 与五皇子密谋往来的全部信件 根据他的供述 谢寻派去的暗卫 在林长虎书架上的暗阁里找到了那些信件 信件中 除了二人密谋杀害我爹娘 还提到了玉符 我将提到玉符的那封信留下 剩余的全数交给了林长虎 与此同时 我开始频繁出入白府 三天后 始终多时的林长虎 拖着重伤未愈的身体出现在朝堂之上 控诉五皇子与他勾结 残害忠良 后又杀人灭口之行径 并呈上了他与五皇子密谋的信件 林长虎是个聪明人 知道若牵扯到兵权 无论主从 他的妻儿都难逃一死 因此半点不曾提及玉符 皇帝看完信件后 大发雷霆 当朝下令将五皇子下狱 由大理寺全权审理 赵皇后这下彻底坐不住了 不顾禁令强闯养心殿 却被皇帝伸斥 直接废了后卫 朝堂局势一夕之间更改 众皇子中如今最得军心的 变成了向来平庸的四皇子 四皇子的母亲 原是一洒扫宫女 出身卑贱 性格懦弱 养出的儿子也碌碌无为 殊不知军心难测 正值壮年的皇帝需要的 不是出色的皇子 而是不会对皇位产生任何威胁的棋子 就在众大臣都以为皇帝要立四皇子为处时 皇帝重病了 而本该关在天牢的五皇子 以事急为由 带兵接管了整座皇宫 五皇子举事突然 京城一夜之间 风云突变 我和谢寻连夜乔庄出城避难 半道被五皇子的追兵截获 押送进了皇宫 大殿之上灯火通明 除了我和谢寻 还有一众官员的妻儿亲眷 被关押在内 五皇子身着一袭崭新龙袍 宛如一只斗圣的公鸡 昂首踏入殿内 他身后的御林军 拖着一个浑身血淋淋的人 丢到我面前 我认出那是林长虎 林长虎已经没了气息 俨然成了一具尸体 五皇子趾高气昂 欣赏着我因京剧而苍白的脸色 白骑山要是早听话 把你嫁给我 何至于走到这个地步 可惜啊 又时阿爹领我进宫 赵皇后说与我有缘 劝说阿爹替我与五皇子定亲 阿爹以我年纪上小为有婉拒 不久后就带回了李泽民 想来那时 阿爹就察觉到 赵皇后相中了他手中的兵权 阿爹不愿我卷入夺楚之争 又怕有朝一日我因此身陷险境 于是给了我玉符傍身 那直到最后 玉符却成了他和我阿娘的催命符 我握紧拳头 恨意几乎凝成实质 从眼中喷薄而出 我盯着他那身龙袍 咬牙道 陛下重病卧床 殿下却以黄袍加身 难道不怕史书功笔 后世之人的口诛笔伐吗 五皇子仰头大笑 史书向来是由胜利者书写 如今乾坤已定 我即是正统 如此猖狂之言响彻大殿 官卷们护着诱饵缩在角落 头也不敢抬 不过我还有一桩心愿未了 到底是不踏实 他忽然用力攥住我的下巴 力道之大 令我忍不住皱眉 告诉我玉符在哪儿 说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 我只是他的目光 恨恨道 你害死了我爹娘 我就是死 也绝不会让你如愿 五皇子凝笑起来 眸光变得凶狠 他仰起手臂 我站立着闭上眼 掌风从我脸上拂过 身旁传来一声闷哼 我促然睁开眼 谢寻被打倒在地 唇角溢出鲜血 夫君 我大惊失色 想上前查看他的伤势 却被五皇子拦住 五皇子一个眼神 便有御林军上前对倒地的谢寻 拳打脚踢 五皇子掐着我的后颈 逼迫我亲眼看着眼前这一幕 我挣扎未果 红了眼眶 你疯了 谢寻会死的 五皇子笑容阴狠 你不肯说 我不杀你 但总有人要带你受过 我质问道 难道你真的担得起 是凶的罪名吗 然而 他只是垂眸看着我笑 那就要看看 到底是你的嘴硬 还是谢寻的命硬 眼见谢寻已经昏死过去 五皇子还没有停手的意思 我终于忍不住哭喊道 住手 我说 目的达成 五皇子摆摆手 玉林军收回了拳头 不甘的泪水自眼角滑落 我欺然一笑 五皇子以为 若玉符在手 我还会在此受制于你吗 五皇子沉下脸 只听我道 玉符根本不在我手中 撒谎 这么要紧的东西 白祈山除了你 还能给谁 我摇摇头 阿爹的确把玉符给了我 旁的什么也没说 我只以为那是个普通物价 直到那日 五皇子的人闯进我的私库 我才得知玉符的存在 细想之下才回忆起 阿爹曾交给我一枚白玉镇纸 主妇我仔细收好 可惜我未能领悟阿爹深意 随手放在了书案上 五皇子急到 那镇纸现在何处 我那二房堂妹 见那镇纸模样讨巧 向我讨了去 五皇子不信 你阿爹嘱咐过你 你就那么轻易 赠了旁人去 我迎着他探究的目光 淡然道 我幼时与堂妹亲后 他相中的东西 我向来不吝于取 五皇子若是不信 打听一二便知真假 白符取把抢我的东西 当作弹资四处炫耀 经中权贵没几个不知道的 五皇子自然也有耳闻 他脸色凝重 心声动摇 我趁机又添了把柴 五皇子耳通目达 自当知晓这段日子 我频繁出入白府 五皇子没否认 等着我的下文 我勾唇轻笑 我与二房早已撕破了脸 五皇子就没怀疑过 我几次出入白府 是为了什么 难不成是想与我祖母 和二叔叙旧吗 话罢 五皇子匆匆破门而出 殿外传来 他兴奋的号令声 来人 去白府 是夜 白家二房几人 还在睡梦中 就被打砸 哭喊声惊醒 玉林军将整个白府 翻了个底朝天 玉器 镇纸等物件 找出了一箩筐 却只见五皇子 越来越沉的脸色 最终 白家二房一干人等 皆被下了大狱 二叔原本还坐着 等五皇子登基 自己平步青云的美梦 一朝下狱 慌得六神无主 得知前因后果 更是下的一句胡伦话 都不会说 他一借文官 打死也想不到 有朝一日 自己竟能和号令万军的 玉符扯上关系 最要紧的是 二房从我手里 拿走的东西 不知烦几 他哪里还记得 那老十字白玉镇纸 哪天丢了 碎了 随手赏给下人了 也说不定 可若真是这样 他哪还有命活 没办法 他只能咬死了 从未见过此物 白府取死了 白玉镇纸之事 死无对证 五皇子并不完全信任我 但也怀疑二房 他只能寄希望于 对白府的搜查 以及对二房挤人的严审 我却不敢放松警惕 缓兵之际 并不能为我拖延太久的时间 果然 半个月后 一无所获的五皇子 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可惜为时已晚 一支五万兵马的军队 以救驾之名 杀进了京都 而那领兵之人 正是谢寻 经济营统领来报时 五皇子正掐着我的脖子 问我御服的下落 他文言不敢置信 盯着我身边的谢寻 又问了一遍 你说那人是谁 萧桐领脸都白了 他飞快地扫了一眼 我身旁的人 艰难道 我们都亲眼看清楚了 领兵之人 正是三皇子殿下 直到亲眼见到 那赤马银枪之人 五皇子才肯相信 谢寻真的杀进来了 谢寻身其战马 一见便取一人首级 锋芒地露 一如当年 在看身旁 被靖军押送而来的那张 与谢寻一模一样的脸 五皇子气急败坏 细看之下 才终于发现 这人耳后 有一道近乎隐形的斑痕 他伸出手 竟直接从这人脸上 揭下一层 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 面具之下 是一张全然陌生的脸 此人名由生 善口气 公化皮 一手一绒术 出神入化 五皇子将那人皮面具 狠狠置在地上 对我怒目而逝 你们敢耍我 我被人压着 看着他愤怒到扭曲的表情 只觉得快意盎然 殿下在看 究竟鹿死谁首 谢寻领着的那五万精兵 都是战场上 针刀石剑拼杀出来的 皇城里那群酒囊饭袋 又岂会是他们的对手 进军节节败退 眼看宫门即将失守 五皇子持剑胁迫我 站上了宫门之巅 谢寻 你现在交出玉符请罪 我饶他不死 谢寻才砍下一颗人头 面上染了鲜血 抬头望过来的那一眼 肃杀之气尽显 军中几位副将 同我阿爹肝胆相照 自小待我亲近 此时见我受了挟持 纷纷策马围拢在宫墙下 厅下和文东随军攻城 此刻也纵马赶了过来 更有性急的直枪怒吓 休要动他 见此情景 五皇子转睛为喜 哈哈大笑 谢寻 你有玉符又如何 白家军到底姓白 他们效忠的是白家的人 谢寻握紧了手中迎枪 如玉的脸 在铁甲的硬衬下 更显冷素 若你感动他 这五万白家军都不会放过你 五皇子无惧无畏 现在白净书的命捏在我手里 要怎么样 还不是我说了算 谢寻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下马受降 交出玉符 我留你全尸 否则 他笑得不怀好意 你猜这些人是会效忠 手持玉符的你 眼睁睁看着白净书丧命 还是会转而听令于我 将你乱刀砍死呢 谢寻如鹰般锐利的眼神 越过我 落在我身后的五皇子身上 我感受到身后的五皇子 身子猛地一抖 手中的剑几乎不稳 他或许是为自己 对谢寻的畏惧 感到恼羞成怒 不待谢寻选择 忽而情绪激动地 对城墙下的亲兵副将道 白其山已死 玉符不过一介死物 算不得数 白净书才是你们应效忠之人 生擒谢寻 归顺于我 我可保白净书不死 此话一出 各色目光落在谢寻身上 如芒在背 眼见自己一番化起了作用 五皇子的脸色由音转情 蛊惑道 而等今日之过既往不救 待我登基 他的表情凝固在脸上 死死瞪着不知何时已与他相对的我 常见穿胸而过 五皇子倒下的时候 满眼不可置信 他太得意忘形了 我是将门的女儿 怎么可能不会用剑 五皇子一死 禁军很快响了 谢寻直入宫门 从重病卧床的皇帝 手中拿到了传国玉玺 并拟了赐死废后 赵氏的赵书 皇帝善未给谢寻 连夜被送往行宫养病 我原以为谢寻会亲手杀了他 他被老五下了毒 没几天活头了 谢寻说这话时 脸上还有干涸的血迹 在烛火闪烁的微光里 叫人看得一阵恍惚 他亲自斩下了赵氏的脑袋 此刻正摆在先皇后的供桌上 多年卧心尝胆 一朝夙愿得偿 谢寻醉了酒 难得师太 不依不饶地要我与他对饮 我推剧不过 只好一饮而尽 烈酒入喉 呛得我直咳嗽 谢寻看着我的狼狈模样 忽然凑过来吻我 我匆匆避开 带着酒气的吻 擦过我的嘴角 一时间两人都有些争忠 我低下头退开了一些 殿下 您醉了 自那日献上玉符后 我便尊称 他为殿下 谢寻对此并无表态 许是今夜饮了酒 他忽然计较起来 你从前不还清清热热地 一口一个夫君吗 他漆黑的眸子瞧着我 竟生生瞧出了几分委屈 殿下即将登基 敬书 不敢无礼 我偏头避开他的视线 顺势为自己 斟了一杯酒 还为恭贺殿下 大业得逞 谢寻却扼住我的手腕 按下那杯酒 你始终是我的妻 我会给你皇后的尊荣 我心头一紧 想说的话堵在喉咙口 终是无言 谢寻登基后的第一件事 是筹备我的丰厚大典 先皇病了几个月 堆积了许多国事 等着新皇处理 谢寻忙得脚不沾地 直到大典前夜 才得空来看我 我给他沏了杯新茶 国事要紧 可陛下也该顾着身子才是 谢寻饮了茶 搂着我躺在榻上 难难道 也不知为何 朕只有同你在一处 才能睡得好 我抬头瞧他 他已然闭上眼睛 发出平缓的呼吸声 他自然能睡得好 我在茶水里 可是放了足量的蒙汗药 风后大典前夜 我逃了 只不过才逃了五百里 就被拦下了 旭日出生 谢寻站在晨光里咬牙切齿 跟我回宫 他没想过我会算计他 脸色沉得吓人 我摇摇头 戏眼完了 陛下还舍不得羡慕吗 谢寻一正 不等他回答 我又道 江叔的突然出现 根本就不是意外 对吗 刹那间 谢寻脸上血色尽湿 除了我爹娘死亡的真相 江叔还告诉我 他千里迢迢 从北疆来到京都 本想面成天子 揭发五皇子的罪行 可还不等他找到机会 面见先皇 才入京都 就泄露了身份 遭人追杀 奇怪的是 追杀他的人 并不急着杀他灭口 而是将他引到三皇子府后 便消失无踪 江叔瞧见了我 这才得知 我已成了三皇子妃 他不敢再冒险求见先皇 选择将一切告诉了我 你早知 玉符一定在我手中 精心设计这一出大戏 就是为了让我心甘情愿 将玉符献给你 陛下智谋过人 敬书拜福 谢寻的侯姐滚了滚 握紧了手中的缰绳 你早知道 为何还 我抬眼望他 淡然一笑 各取所需 彼此互相利用罢了 谢寻想要玉符 而我想要报仇 我们之间 不过是利益置换 而今 我在他身上 一无所求 自然不会一辈子 绑在他身边 谢寻却不肯放我走 做后宫之主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不好吗 我摇头浅笑 陛下无非是忌惮我 倒不如敞开了说干脆 谢寻登基后 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 唯独对昔日 祝他功成的白家军的封赏 迟迟没有定论 当日五皇子的话 终究是在他的心中 泛起了涟漪 他留下我 是为了制衡白家军 就像先皇忌惮 我的爹娘 将我留在京城 为人质一般 谢寻尘了脸 他不再与我须于尾夷 而是照出了隐藏在四处的弓箭手 朕不会给你第二个选择 厅下与文东二人早已一左一右护着我 见此情景 两人都上前一步 将我紧紧护在身后 厅下握着刀 眼中闪着寒光 姑娘别怕 我与文东拼死 也要为姑娘杀出一条生路来 谢寻有备而来 抵抗也不过是垂死挣扎 我驾马拨开挡在身前的两人 问谢寻道 若我回宫 你果真能安心吗 谢寻抿着唇 不答话 不会的 我替他回答 你会像先皇因忌惮你的外祖 而害死先皇后一样 害死我 一旦在心底 埋下怀疑的种子 就再难拔除 我叹息一声 谢寻 我不想和你走到那一步 更何况 我望着他的眼睛 你不是给我中了骨吗 那夜谢寻 为我喝下的酒里下了骨 一旦我对他起了杀心 便会暴体而亡 此骨源自北江 我几乎是一瞬间就发现了 谢寻握着缰绳的手颤了颤 他用一种复杂至极的眼神望着我 仿佛从来没有看清我 谢寻 我对上他的眼睛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你 最初我嫁给谢寻时 所求不过是一安身之鱼 守住爹娘的遗产 后来得知真相 所求所愿 也仅仅是为枉死的爹娘报仇而已 如我所说 我与谢寻之间彼此算计利用 一路走来 也算彼此扶持 我们互不向前 而今恩怨俱了 我想要自由 谢寻沉默着与我对峙良久 最终抬手挥退了弓箭手 天空中不知何时聚集了几片乌云 阴沉沉地笼罩在头顶 他似乎想说些什么 几次欲言又止 要下雨了 谢寻说完又补充道 或许会打雷 我抬头望了望天 迎着他隐寒西记的目光笑道 是啊 要抓紧赶路了 谢寻眼中的西记 一下子就散了 眼神一寸寸暗淡 雨天湿滑 你赶路慢行 我向他一拜 此去无归期 愿君长安乐 往北江的路上 听下频频看我 欲言又止 我觉得好笑 你想说什么 听下一张脸 皱成了苦瓜 那狗皇帝给姑娘下了谷 您对他没有杀心还好 可倘若哪天他疑心病又犯了 到时候天涯海角把您抓回去 您岂不是任他宰割了 听下越说越怕 忽而掉转码头要往回去 不行 我现在回去把他绑了 逼他交出解药 我连忙拦住他 哎 回来回来 好不容易把他拉回来 我好气又好笑地戳了戳他的额头 难不成你家姑娘是个傻子 真会将性命交到旁人手里 任人拿捏 听下愣愣地看着我 可 我根本就没喝下那杯酒 文东听见这话 也瞪大了眼睛 方才您是故意提起此事的 我点点头 谢寻多疑 只有让他以为我心甘情愿喝下了古酒 才能真正取信于他 谢寻或许对我有几分真心 可我不会蠢到拿命去堵自己 在他心中的分量 再重也重不过黄泉 与其困手在牢笼一般的深宫里 与谢寻彼此猜忌 提防 不如去往大千世界 肆意快活 这场雨终究没有落下 乌云散去 阳光劈开云层洒落人间 我策马扬边 身后厅下和文东纵马追赶 与我一同奔赴远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